今天我們在這個新裕酒店第八日的午餐 剛剛送了來 有個湯 有個白飯 不夠自己 加點腰果 送上白飯 那就可以了 今天是第八日 現在是晚上 6點 5點9 開始吃晚餐 今天的晚餐 看樣子都不錯 味道不知怎樣 一會兒吃一會兒就知道 一個 紅蘿蔔粟米湯 紅蘿蔔粟米湯 嗨 我是時代女孩 我叫做Money Chan 我來這裡東莞 東莞 東莞 新裕酒店 New Low Hotel 今天是第八日 接著 就來了這裏八日 驗了三次核酸 每一日 下午11點幾 和4點幾 檢查一下有沒有發燒 接著 每天都是5點幾 就吃晚飯 像鄉村的生物 農村吃飯時間 接著 我們之前 來了三天 就申請回家 今天給我簽了一張紙 明天 可以請我回家 我家就在東莞 那我明天 如果回家 我就再跟大家說 不過呢 這八日 都不太容易受 你不要這麼肯定 他還未正式答復你 但是他剛才被子國簽了 通常都是明天 或者下午 就派一架車來接你 如果你們那些人 想來隔離 14天 你們就準備了 準備什麼呢 自己準備一些食物 麵包 最好買一些生命麵包 可以留得 買一些罐頭 和生果 因為 來了八天 才吃過兩次 生果 每次都是一個蘋果 蘋果 其他生果都沒有的 還有呢 就是 最好自己帶上水壺來熬水 因為這裡的水壺 都是一般的 不是那麼好用 這個酒店呢 就都幾好 但是又沒有雪櫃 我就沿去廁所 燈光暗些 你知道啦 時代女孩都喜歡化妝 但是又化不了妝 就唯有隨便 因為又不出街 每樣都不出街去 走出冷行妝 就叫你回回進去 我覺得呢 在這裡呢 就比坐牢好些 很多 起碼呢 起碼呢 有張膽工床睡下 就不用說 封張床 放在地下 睡那麼硬 啊 硬的嘛 地下 但是呢 這裡呢 就晚上都幾靜的 我住這間房呢 就一個房一個廳 每一天呢 酒店費 就是228元 它叫做行政套房喔 接著呢 搭乘一天一百元三餐 早五萬 三餐 不過那三餐而已 價錢呢 以我來說 最多成本就是20元而已 算吧 人家又要人工 又要租地方煮給你吃 接著呢 定時就扣送你 吃完 你又拿出去 你又一人三餐給你扔 你又不用雙腦筋 扔垃圾 那我呢 就說到 這裏就這樣 明天花企就繼續拍了 拜拜 這間就是套房了 現在 我們呢 就 打算 明天 可以離開這間房 希望不要失望 是吧